我希望說 我非常感謝審議 為了採用時間 去查看所有的證據 和所有的事件 以後他們達到決定的決定 我今天很驚訝 好的主播 凱文什貝希走出法庭 看得出來整個人是很明顯的 鬆了一大口氣 倫敦南華客刑事法院的陪審團 在超過12個小時的審議後 裁定針對凱文什貝希的 9項性侵指控都不成立 透過法庭素描也可以看到 結果宣判後 凱文什貝希激動的當場落淚 而這一天也剛好是他64歲的生日 堪稱是最佳的生日禮物 凱文什貝希遭控在2004到2013年 性侵多名男子 性仇文案讓這位奧斯卡影帝 也瞬間成了過街老鼠 原本擔任男主角的電視劇紙牌屋 新一季拍攝也全面停止 不過幸好訴訟 儘管糾纏了六年之久 最後法律還是還他清白 以上就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現場交換給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您在這位照片中 會否有任何重視 您在這位照片中